反而比較健康 一方面肉類攝取量會減少 不用這麼多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蔬菜攝取量是夠的 我懂我懂 就是說反而他們吃了很多的生菜 但是事實上那個量 就我們的標準來講是不夠的 因為它是蓬鬆的那種感覺 尤其在坊間你會看到 現在很多地方都在賣這種生菜盒 一盒裡面好像看起來滿多的 那一個也許倒在泡麵碗裡 快都一碗了 可是實質如果是煮熟 可能只剩下我們的小飯碗半碗不到 真的 很少很少 大概可能只有0.7份 0.6份的蔬菜而已 那如果照銀行師這樣說的話 我就想起麥當勞 我們也不是故意要說它不好 不過我們看到麥當勞裡面的生菜 簡直少得可憐 然後那一點點生菜 如果煮起來是更少了 然後肉反而很多 尤其現在很流行 那個什麼好幾層都是牛肉 然後那麼一點點的蔬菜 對小朋友來講 相對就是等於沒有 幾乎等於沒有 幾乎等於沒有 所以其實我就講 不管是這一類的素食或者 像剛剛講的那種生菜盒 其實那個一盒大概都不到一份的蔬菜 看起來很多的狀況下都還不到一份的蔬菜 當然總比每次好 從這個角度看是比過去的飲食搭配模式 你到這種地方是完全沒有蔬菜可以選擇的狀況下 現在已經好多了 可是大家要有一個認知就是不夠 還是不夠的 好那講到這裡的時候我再請教一下 如果照這樣說蔬菜熟食是比較好 那您比較主張那種燙青菜的吃法 還是炒青菜的吃法 我看起來燙也好炒也好 油類都還蠻多 我就算是用燙的他也弄了一大堆的滷汁在裡頭 所以其實吃東西不管你是用炒的 還是燙好再去拌東西都是有技巧的 重點在你拌 假設今天我要炒菜我也可以不要這麼油 因為炒菜是有技巧的 你可以用油水的炒法 不一定要全部用油 加點水 對一邊炒菜油鍋如果夠熱的時候 油先下去少量 菜下鍋的時候呢 你可以在旁邊再加一點水 因為油鍋很熱 那個水一下鍋馬上就沸騰 它馬上也達成達到一個傳導熱的效果 讓蔬菜熟 所以油不需要很多 那麼今天我是用燙的 記得就是有一些技巧 你可以把油直接加在水裡面 這是一個技巧 因為它也會導熱比較快 然後菜上面也已經有油了 這個時候你撈起來瀝乾之後 你就不需要再加太多的油 它已經看起來亮亮的 這是一個方式 那在外面吃東西常常就會有肉燥 對啊 這是一個答問題 像我在外面我常常都是清燙 蔬菜就是要求老闆清燙 什麼都不加 要給我們加肉燥 對 什麼都不加 連醬油膏我都不要 那麼我吃麵我就直接放進麵裡面一起吃了 對 這樣你就可以減少很多的油和鹽的攝取量 其實這是一個習慣 對 所以講到這裡的時候 就是我們要懂得怎麼樣來炒菜 剛剛提到教我們怎麼炒菜 就是除了油以外多加點水 對 那麼在外面叫燙青菜的時候 一定要提防老闆不要澆太多的肉燥 或者不要澆肉燥 對 否則你即使是吃燙青菜 它還是非常的油膩 油太多 而且是動物油 而且是動物油 常常都是動物油 放豬油 對 對 不太容易真正的 健康 減肥 不容易減肥也比較不健康 也不容易健康 對 好 那這是有關於我們順便跟大家歸納一下 剛剛我們的營養師提醒我們大家說 我們冬瓜人吃這種炒青菜的方式是還不錯 那麼注意不要用快火炒 不要炒太久 對 那麼另外在炒的時候加點水 那麼如果你喜歡吃生菜沙拉的話 那個生菜沙拉本身的蔬菜量是不太夠的 對 所以你要小心 飯就要多吃一點 就是想辦法再多吃一些 多吃點飯 就多吃點蔬菜 就是生菜沙拉你的分量要差不多 比一般想像中的再多一些 對對對 要多一點 而且還有其實生菜沙拉還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它會澆很多的醬對不對 對 所以醬又是一個重點 那有什麼千島醬也是一個大問題 對 如果是一般的沙拉醬千島醬大概都太油 太油 那我的建議就是你可以考慮再加一點 譬如說有人是在加檸檬汁 或者像甚至如果剛好是盛產百香果 你也可以用百香果汁去調這個醬汁 或者像和風醬 或者油醋醬 相對的油都少很多 油醋醬不是油嗎 有 油醋醬是一半的醋加一半的油 所以相對它的整個油量是減半的 好 下次我們去吃生菜的時候 要問你要什麼dressing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說千島醬 或是吃沙拉醬 你盡量說是油醋醬 或者是和風醬 對你的身體會比較好一點 或者用優格也可以 優格也可以 對 優格也是一種 優格直接因為它是乳製品 那你可以選低脂肪的優格 好稍微加一點點的低脂奶調 把它調開 你也可以當醬汁 也可以當醬汁 對 所以不管如何 這個吃生菜量就要多一點 嗯 比平常你水煮的青菜或者是 看起來的分量要多 看起來的分量是要多一點 對 那麼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當然你在外面吃 有的時候 別人沒有洗得很乾淨 那個大問題 對 這是美國他們提出來的 重點在這裡 對 所以我想 以台灣 我們現在的角度來看也是 這個是重點啦 就是說包括自己 在家裡吃這樣的食物 或者在外面 你就要特別注意到那個 它是不是洗得乾淨 這些問題 好 我們進行廣告 稍微再繼續討論 怎麼樣把蔬菜洗乾淨 給大家看 那些東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怎么吃比较健康 那刚刚提到其实最重要的关键 还是在于怎么洗比较健康 那洗干净才能健康 否则你再怎么样吃蔬菜 那么照美国的研究是说 这个是一个很可怕 最危险的食物就是蔬菜 因为我们吃了很多的蔬菜 其实本身因为没有洗干净 它含了很多的大肠菌 各式各类的对身体不健康的毒物 沙门杆菌等等 这都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先来请教一下 马歼院资深营养师谈一谈 究竟蔬菜要怎么洗 我们不要说怎么吃了 我们刚刚也都谈了很多吃了 怎么样洗比较健康 而且我们可以讲两种 一种是在家里洗 一种是在外面 因为他们洗的时候 你也没看到 其实一般正确的蔬菜的洗法 就是要把叶子剥开 一片一片的 冲 然后用水去冲 这个第一个动作 就是把上面的灰尘 或者有附着在上面的脏东西 冲掉这是第一个动作 农药跟泥巴 对 其实要看农药种类 如果它是水溶性的 你很容易冲掉 如果它是脂溶性的 你并没有办法在这样的冲洗的过程 就冲掉它 要泡 泡也没有用 因为它是脂溶性的 它就附着上去了 所以其实我们先看这个部分 就是先把 也许万一像早期是用分辨去吃肥 可能就有虫卵 寄生虫卵这些问题 或者说像脏东西 灰尘之类的 就是冲洗 冲洗完以后 还是需要浸泡一下 那当然记得 千万不要切好再浸泡 为什么 切好有伤口了 这些蔬菜就有伤口 那营养素就会跑到水里面 会流失掉 是哦 所以我们家都切过太长了 所以蔬菜一定是整片整片的时候去浸泡 剥开以后 冲洗完去浸泡 浸泡完 因为有一些可能是 黏在上面不容易冲掉的 这个时候它会 因为有水分的关系 它会松动 会比较变软 比较好再洗 这个时候 大概至少泡个10到15分钟以上 那么你再去用水再冲一次 就可以把大部分附着在 菜上面的脏东西 或者能够冲洗掉的农药 之类的东西都把它冲掉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那当然用的水也很重要 如果是用像台湾目前的自来水 大概问题都不大 那如果说你用的是井水 三泉水 这就很难讲了 这种东西干不干净 其实不一定有百分之百把握 也有可能被污染 所以这个时候要小心 那这一类的 如果不是用自来水冲洗的 甚至我们在餐厅里面处理的话 生菜是要用足够的冷开水冲洗 我们是不可以直接用自来水冲洗的 在国外也许他们认为 他们的自来水 就是直接可以饮用 那在台湾我们 那么那么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